來看臺灣獨特的地方文化 高雄內門的宋江大宴間是半桌 由在地新生代的棕破篩 林祺明來掌頂 經典的菜色虎皮蜂肉 魚翅根等上桌 吸引許多饕客來報道 至於彰化芬園縣莊 村福德宮的布袋戲仇神 今年創紀錄有八十個戲團 搭建舞臺 同時公演相當壯觀 滷得香噴噴的虎皮蜂肉 還有仙烤樓虎石斑魚 高雄內門一年一度的宋江大宴 十六號正式展開 每週八千八百元的丘樓菜 還包括魚翅根 佛跳牆等食道經典料理 吸引五十桌民眾前來體驗 今年內門宋江鎮從九號到二十四號 在子竹寺熱鬧展開 有精采的全國創意宋江鎮頭大賽 或文化部指定為國家重要民俗的 羅漢門迎佛祖繞進 文武義正大會演 外界同樣關注的宋江大宴 則有在地新生代 宗破篩林其名掌頂 在官廷國小旁的翠文書院開桌 我們內門傳統的辦桌 二樓菜 魚翅根 紅肉 虎皮蜂肉 還有南部最特別的霸氣桶裝冰淇淋 然後搭配我們的中南部下面養殖的龍虎石斑魚下去做烤的 布袋戲大車拼 八十個戲棚一字排開 彰化縣分圓鄉縣莊村福德宮宮慶大典仇神公演 吸引許多民眾來觀賞 廟發表示 每年仇神公演一天一戲棚 往往要持續六十多天擾靈 因此前年開始集中公演 卻意外引發熱潮 從前年六十六團 去年六十八團 到今年原定接受七十團 最後有八十團報名 年年都刷新紀錄 因為一天一天做 在做二十幾天 影響到出名的安靈 太差了 所以我要做一次做一次做一次 史詩集畫面 要讓土地公和信眾看得過癮 也凝聚了地方虔誠的宗教信仰 記久楊美鳳 彭幻群 高雄彰化報導